今天邀請一位嘉賓上來聊聊天 這期好像在網上網下你也很紅 老實說你這兩個月內接受訪問 忘記了 其實我沒有做訪問很久了 我上次訪問你有沒有半個世紀之前 應該是1980多年 30年前 一時你十歲 我十歲你八歲 不要緊 為了你我又復出做這些節目 就特意找你聊聊天 再續前緣所為 不用介紹了 你剛剛新星年馬仕 你年紀也不用隱瞞 年紀也不用 那你會不會覺得你的師兄弟好像做過你做到年馬仕 你會不會覺得遲了一點 自己心想 就希望可以四十多歲做到年馬仕 不過有時候不是說我自己想做就可以 有時候也要看看會不會給你機會 現在到51歲才能做得到 都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覺得是 對上幾季都是跟著蔡若翰連馬仕 都學得很多東西 我覺得是值得的 你跟著蔡若翰 之前有幾季大家知道 很多年都拿冠軍在馬仕 你之前也跟著冠軍連馬仕 亦都是大摩 大摩和蔡若翰 如果我們看他們兩個的操練手法 其實是很不同的 大摩就鋒芒一些 早上你自己的拍照 他們的馬很醒神 很行 蔡若翰那套完全不同 他好像大肢若餘 早上馬出來可能沒甚麼特別的神器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你專業意見覺得是否正確 那是否兩套不同的手法 是 應該是兩套不同的手法 因為大摩都是拍跳 試襲 或者是草地 千八 彈千八 全部都是去購物的馬 蔡若翰是不同的 他是慢火煎魚的 他多數跳功夫都是單跳 最多或是爛一點的馬 或者是拍的 或者是一隻跟一隻 那些馬就可能會比較 可以保持那個狀態 長一點 那你現在集了兩套 不同的武功於一身 就像你的女兒一樣 一邊北派一邊南派都學齊 那你自己會傾向用哪一套 還是一起合起來用呢 我自己覺得 偏向坐立的那邊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馬是需要循序漸進 或者是慢慢一步一步去提升狀態 那就會比較對馬 健康也會好一點 腳也會好一點 蔡若翰我跟他講一個花名 叫做聖誕賽 因為他每年通常十一十二月左右 他成績最好 是 一頭一段他當然有馬贏 但就不是很多馬贏 是 那你還要學習他的一套 會不會你又更換進一點 我看到你今季 例如第一天兩次試襲 你還沒有馬贏參加 是的 我還是先摸熟自己的手馬 為甚麼 剛才7月17日才開始接舊馬 現在就開始慢慢跟舊馬做功夫 應該在這星期五 就會有馬試襲 那你的舊馬 舊馬也有四十多隻 有些馬主跟你好像都結結了很久 你騎馬的時候有些馬主也有份 比馬利騎的年代 是的 有些是 那時候跑馬的時候有些馬主 到現在他們都說 我等你升聶馬上很久了 我現在就等到你 那時候又幫他跑馬 現在又幫他練馬 都是挺好的 即是你等了很久 馬主又等了很久 想斬了 也不是的 有時候 現在遲了就遲了 不過都可以的 馬逢 你在早班方面 我知道你的班底也很完整 亦都其次鮮明 他的制服也很漂亮 大家的視野很高漲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你的班底 副鏈 副鏈是我自己同期的師兄弟 就是陳志忠 不用說了 大家認識了那麼久 起碼他會知道 大家溝通得容易一些 另外三個頭 其中一個頭都是同期的師兄弟 另外兩個 一個是從賀賢過來 一個是大摩之前的騎馬人 我們叫他傑仔 他也是很好的經驗 遲些可能我也想去幫忙騎馬 因為有些頭可以騎馬 他經驗豐富 都可以幫忙騎馬 另外現在四個騎馬人 我一直都覺得騎馬人是重要的 在教馬方面 尤其是新馬 那幾個騎馬人都不錯 我自己覺得不錯 還有一個外籍騎馬人 就是馬會派的 大致上我都滿意 你在用騎師 你會有甚麼計劃 現在用哪些騎師 會不會用華人 即是華將 兩邊都用 因為華將 我有幾個都喜歡 好像楊明倫 何澤堯 梁家俊 這幾個都不錯的騎士 減榜不用說 每個人都喜歡潘荻悠 不過減榜騎士 比較難賺 因為越早預提 預早預約了 變得比較難 還有石哥的王浩南也不錯 差不多是黃馬章 你都用了任職 是的 愛濟師傅 我想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在上莫萊拉 他拍不到那麼多馬 其次有幾個都不錯 重磅一點的騎士 羅里亞 潘頓等等 輕磅一點 田太安 施策鋒 所有人都像南北中西 全部都立了 其實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最重要是馬對騎士跑 不指定誰是誰 莫萊拉 我想以前跟你 一出入馬房 都合作 明年大摩就請了一杯湯尾做主席 莫萊拉可能那邊 少一些坐騎 可能在你那邊找回來 是的 他都聯絡過 有機會大家希望能合作 你知道他也是這麼冠軍 已經是幾屆 每個連馬師或每個馬主都想找他跑 大家再談一下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你以前在蔡岸馬房 蔡岸馬房的馬有一個特徵 通常都沒甚麼口 有些馬房的馬之後比較搶口 急一點 或者很緊張 蔡岸馬出來很放鬆 你會否覺得那一套或騎馬人的 那一套僵城會比較適合 是的 其實馬是比較放鬆 這樣他就會比較好 因為你急 緊張 你基本上自己浪費自己的力 學到他們自己放鬆 你去到臨場或是行圈的時候 有些馬就已經急到濕了 我都希望騎馬人幫忙 把馬可以由緊張去輕鬆一點 不用那麼緊張 變成臨場發揮得更好 不止騎馬人 好像你自己都親自出馬 你都落場操 是的 因為有些馬主也想要求 不如幫忙幫我試一下馬 看看怎樣 我也樂意幫他走 因為不可以騎那麼多 因為自己本身都要做其他事情要做 有時也要出去看看其他馬的大圈小圈的 走的場合是怎樣的 騎不到那麼多 幾隻 可否爆一下一些秘密出來 你蔡翰我知道他用天然料 很多馬房是用合成料 那你馬房用料怎樣用 我現在也是專注偏向蔡翰馬房的做法 我也是用他的手法一樣 用料方面也是 因為現在也不是很多馬房用天然料 據我所知 是嗎 是的 是的 我想現在是他們兩個徒弟 我想馬房可能會循序漸進 早段會來得慢一點 然後可能維持狀態的時間 維持狀態的時間比較長 你也是那一套 你有沒有想到 你的新馬房用那一套何時開齋 是的 我不會介意刻意去做馬 特意去贏馬 最主要我都很想贏馬 不過馬來得好就去跑了 看到你每一隻馬都試一試一閘 也算是不行的 試一閘才去跑 起碼你知道馬大概的狀況是怎樣的 你老實說你上到來 無論如何都要放下堂 你講一講馬房的進度 讓大家知道一下 留意哪些馬 要先試一試 暫時來說 我有幾隻都不錯 好像冥激心中 因為我也是想著這星期五試襲 如果是試得理想的 可能第一天都會有機會跑 五百千二 其他魅力之心 辣得狠 辣得補的都不錯 那些狀態 盡漸得 即是兩系馬主 魅力之心 和冥激心中 也是 辣系也是 那些都是舊馬 舊馬 新馬你又相對上沒有那麼急 沒有那麼急 因為新馬有些都是 因為剛開始做功夫 所以沒有那麼快 有目標去到什麼時候 給多一點時間 會不會有些壓力 因為今年另外一個 連馬司 一支麥菲文 澳洲的Fritman家族 都挺有名的 我記得當年蔡翰林 一位徒弟 容天鵬 和蘇惠賢一齊 大家升 蘇惠賢頭幾個月都很成績 容天鵬相對比較遲開齋 11月12月左右 那你說他兩個徒弟 學他一套 會不會在這方面 有一個比較的壓力 我覺得沒有 因為還是做回自己的事 麥菲和麥朱茲 他是一個 已經是列馬斯 在那邊 我剛起步 基本上就不能給他 因為他自己在那邊 我知道他已經有十多隻生物 到現在 可能20隻 或者以上都不一定 大家不能給他 不過就做回自己的本分 去看看報答馬主 因為那些馬主真的很支持 我現在暫時都去到52隻馬 都很感謝他們 又說一下 你在馬圈都不少時日 都超過30年了 從最初騎師 然後馬房 然後是富蓮 現在真的稱為蓮馬斯 你會不會在心態上有甚麼轉變 我知道 30年前我訪問你的時候 大家都成熟一些 哈哈哈哈 少少了 哈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會不會現在壓力比以前更大 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角色不同了 因為富蓮 就跟蓮馬斯的指示去做 你做妥了 蓮馬斯的指示已經可以了 現在蓮馬斯就要自己去指示 下屬怎樣做法 還有你也希望跟你那群手足 風衣足食 我也是做好自己的本法 盡量營多些馬 幫馬主 還有幫手足 賺多點錢 這個現在是最主要的 自己的心態 去幫其他馬房的 你現在看著手上 籌碼也不少 你一定有個計劃 你做得蓮馬斯 一定會想一整季 如何計劃 你自己估計 第一季可以交到多少場頭馬出來 我當然不敢 不用這麼閉嘴 不敢這麼大相頭 希望30場左右 30場就是滿意的水平 滿意的水平 希望你贏四、五十場 我也想 看看近季幾個新開倉的馬房 他們首季都有不錯的表現 兩個本地倉 蘇偉賢和容天鵬 都是2013年開倉 分別拿到39和37場頭馬 當中容天鵬馬房的勝出率 還高達11% 至於在2011年開倉的高伯生 首季也有35場頭馬進將 勝出率也接近一成 除了羅富泉之外 來自塞馬世家的麥菲文 今季也來香港重練 休息之後跟他聊聊天 中文字幕武污言 早送辰 中文字幕武污言 中文字幕武污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